再來我們要請教的是 現在有這麼多官兵 24位通通都染疫了 我們就要來防衛 現在上線的胸腔科醫師 黃宣 黃醫生了 其實我們要第一個 想要請教的時候 在這個環境裡 我們這軍艦都是最擔心的 為什麼這個環境裡頭 這個病毒這麼容易傳播呢 其實我們在軍艦裡面 我常常說一句話 那個密閉的箱子 空箱子 在天上飛 我們叫飛船 在海上飄 我們叫叫軍船 叫叫郵輪 對不對 你想一想那個空箱子要怎麼飄 一定要有那個什麼動力 然後它裡面會很悶 你們很悶怎麼辦 你們很悶一定要有空調 你知道這個空調就是在 不管是郵輪上或者是軍艦上 他們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因為有人在做一個調查 其實人家很早就已經發現到 這個問題了 如果你在軍艦上在遊船上的 一千人兩千人三千人 如果只要有一個人真的有被感染到 病毒或流感或什麼病毒感染 那我們以前知道說 冠軍動脈在我們的陸地上 我們一個人可以傳到給三個人 但是在大型的遊船裡面 他會發現到一個人是可以傳到給20個人 30個人 因為空間太窄小了 空間窄小 那當然我們沒辦法安全距離 這不可能是安全距離 這個是所有的船 所有的郵輪 所有什麼大型航空母艦也是無法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必須要用有效的位置 但是他的空調 空調怎麼辦呢 空調他大概就是說什麼 我們一般上不會去加什麼 像我們的那個飛機 我們飛機會加上HEPA 我們會加那個高速率的過濾 但是我們的船 軍艦不會有的 而且你去思考一下 我們假設說有一個病人 假設在軍艦上或船上得到了 得到了那個假設說新冠病毒的感染 我們在那個病房裡面是不會有 附壓病房的 因為我們的軍艦必須要有鎮壓 因為我們要防水 防風 防這些東西 才是一個真正確的 那醫生 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有在討論說 這個軍醫一開始 他說他沒有看出來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他說可能嘴巴沒有味道 是因為在船上暈船 呕吐了 所以沒有那個味道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是的 其實我 我昨天看到說正常體溫 單除只有有頭痛 請問一下 我們每個人都有頭痛 請問一下頭痛就要想到新冠病毒 太神了 我不是神醫了 但是我認為很多東西就是要 病人要所謂的誠實 其實有時候並不是病人不誠實 而是病人本身不了解這種症狀 不明白他這些症狀必須要告訴醫生 他認為這個症狀是很自然很小事情的 不需要給醫生知道 這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可能醫生問這技巧 這個技巧不懂得再詳細的問一問說 或是說你必須要隔兩天再回來看我 你還有什麼症狀你想起來的 所以這部分這個是一個連續性的 並沒有單獨的說醫生我頭痛 那醫生就眼睛一瞄 你新冠病毒感染 全世界到目前 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神奇的東西存在 因為我們不是神醫 我們只是一般的醫師而已 所以請說 請說 因為其實這個船艦師他們說 他們每天都會消毒兩次 包括換氣兩次 不過就醫生的說法 你認為其實這樣子 根本是不足夠的 不夠的 不夠的 每天換氣兩次是肯定是不夠的 因為有人去做這個 比如說做這個研究 發現到在床上大船的就像這種 不管是軍艦還是大郵輪 他們只要他的換氣 如果你算一天兩次 他只要增加他大概50% 只要增加在一天裡面 如果變成八個小時一次 八個小時一次 他這個感染率 那個病毒的感染率 就降了大概60%到40% 也就是說 如何能夠改善這個東西 除了裝置HEPA 裝置的紫外線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要提高他的換氣力 所以從這時候開始 他們軍艦就已經知道了 他們必須要提高換氣力 因為裡面的張的空氣 必須要趕快的巡迴過去這樣子 那裡面哪裡最張呢 就是餐廳裡面最張 還有那些軍官裡面 那些大官裡面 指揮官的裡面 他們的倉 他們的倉是最張的 因為他們是最靠近 因為他們在裡面 因為我們坐飛機只有十個小時 但是在裡面是十天二十天三十天 那跟飛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然為了比較便宜 有些換氣力 說老師 並沒有辦法把所有裡面的空間 裡面的氣體把它抽出去 去換新的進來 沒有啊 因為要省電 因為要省那個電力 所以這部分在空調的設備的精進 我想這一次完了以後 所有的官兵 所有的軍艦 所有的郵輪 其實他們應該是換比較好的空調 給大家 這是蠻重要的一點 好 那我們也謝謝黃醫師 接受我們的連線 再來我們要持續來討論的話 的確到底有沒有可能 有所謂的破口 因為剛剛說 在船艦上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環境 再來要注意到 其實我們剛剛也說 到底這個衛福部管不管得到國防部 雖然說現在已經是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了 但是雙方比大小的狀況 有可能會出現嗎 其實這樣子的情況 大家又會回想到 當年的紅中秋案 就是到時候如果真的要去撤查 會不會因為 以涉及國安機密為理由 最後就沒有辦法查到 國安機密 對 然後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海軍今天早上有聲明 也是蠻有意思的 他們今天終於把這個時間點 終於點出來了 就是說原來他們是到13號停號的 意思是說14號就是可以下碼頭 他們是說9號到13號之間 是不可以搭梯口 言下之意就是14號是可以的 但是還沒指出說 兩艘主戰艦4月12到4月13 是有出港實行任務的 當初其實這個說法也很詭異 因為國防部第一時間是說 這三艘船艦一停靠左鷹港之後 都是完全沒有出去的 對 沒有錯 等於說這個說法好像真的是前後兜不龍 是真的有一點像這件紅仲秋的案子一樣 說法都不一樣 再來我們來看到還有哪些的破口 現在連校園裡頭 國防大學好像也可能有點危機了 沒有錯 因為其實有傳出說 就是已經確定了 兩個確診的學生曾經有返校一個小時 而且他們就是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學生 他們就是回學校是在北投的復興崗 對 是復興崗的這個 然後所以國防大學他們那個政戰學院 也就宣布停課兩週 但是我剛剛有聯繫到了政戰學院的這個院長 只是說他們只是政戰學院停課兩週 那其他的學生就是因為確診的 已經到了這個隔離所 那其他也許有接觸的人 就要求他們必須要到家裡自主管理 那如果沒有辦法回家的學生 這些人是可以住在校園裡面 不過目前是安排他們一人一間 所以等於說在他們曾經 等於說他們軌跡如果有重疊的話 你就是待在學校隔離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在家裡 對 應該來說就是他們會要求說 所有人都一定要在家裡自主健康管理 除非你真的沒有辦法回家 你就可以住校 可是你住校的話 他們是說是一人一間 可是這個就會引發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其他的學院的學生 例如上管理學院 他們是在同一個校區 那國防大學是接生說 這兩個學院是 學生是不會碰到面的 對 很奇怪 因為好 假設如果我按照規定 兩個學生確診了 基本上就要停課 那現在已經兩個學生確診了 雖然說我只有短短回去幾個小時 來說好了 但師大也因為這樣子停課 那憑什麼國防大學就是不用停課 雖然說是不同學院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國防大學新聞稿 他們是評估交叉感染率風險低 而且他們有特別派化學兵權 去消毒 他們認為說 這樣子應該是OK的 可是5K的新聞稿 也非常的籠統 因為他們說 校區的符原件比較大 而且單位都有各自活動的區域 平時的生活還有教育 都是各自運作的 他們也沒有說明 到底學生是什麼時候返校的 而且等於說 他們完全也沒告訴大家 到時候這個假設他當然是 但是如果是假日回去的話 人比較少 如果今天是人比較多的狀態回去 可能如果我今天是學生 我可能也不知道 我剛好就跟他擦身而過 如果我就被傳染了 那該怎麼辦 其實這個也是 算是一個滿值得之一的一個點 再來其實童仲彥也說了 其實好像 好像是不是有點隱匿疫情的感覺 但沒有錯 就是童仲彥就發了 就是轉貼了一個 有應該是學生 他管理學院的學生 發給他的一個陳情文 他說自己是管理學院的學生 跟正正學院同一個校區 他們今天聽到 就是這個國防校停的消息 他就認為說 怎麼可以這樣子 他說您可能不知道 我們管理學院和正正學院 無論是吃飯 上課 都是同一棟裡面進行 運動跟游泳池 都是同一個地方 那不是應該是 全部都應該來停課嗎 所以你說其實校園 雖然說是不同學院 但是活動的範圍 明明就是在同樣的一個區塊 同一個校區裡面 甚至怎麼會有這種 一校兩制的狀況 就在這樣子發生了 尤其在這個疫情當口 難道說其實可能在漸上 已經算是因為疏忽 可能有一點 疫情的狀況產生 那如果現在 就是連這個管理學院 也停課兩中 我個人想問說 也是會怎麼樣嗎 其實目前看起來還好 如果看起來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他們正在學院 海軍的說法是目前現在 是在休假當中 所以應該有 不至於有太大的影響 不過回憶到這個是 政戰學院 這起碼是學校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戰力 有沒有可能受到影響 海軍是喊出說 目前戰備工作都是正常的 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而且包括他們說 那些戰備 包括可能出去外海演訓 不管是各個軍種 都還是照常 還是照常 而且要求他們都戴上口罩 那我就非常好奇說 每年大家最重要 最關注的就是漢光演習了 今年漢光演習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現在掌握到的是說 因為其實漢光有分為兩種 一個是兵推 一個是時兵 那兵推其實是四月份 那個已經確定 延到今年的九月了 那我們時兵通常是五六月的時候 那之前國防部是說 會延到今年的七月 那其實這個不是沒有先例 因為在過去2003年的SARS 那個時候也是把漢光演習 從五月推到了九月 可是問題是 現在有這麼大的一個破口 七月的時兵漢光演習 有沒有可能演 這邊有辦法如氣俱形 對 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一個疑點 而且教招等於說 現在也不用去了 對 教招目前已經停到六月底了 這個已經是 目前是確定的 只是說目前 國軍要如何去補這個破網 我覺得這個恐怕沒有那麼的簡單 而且可以想到基本上 軍營裡基本上空間 雖然說幅源廣大 但是大家都一起行動 這連帶也可能會增加 所謂的傳染的危機 甚至艦上的環境更慘了 其實說實話 國軍沒有 尤其是海軍 沒有提高警覺 還是滿讓人覺得意外的 因為很有很多潛力 像我們剛剛一直講說 羅斯福號 然後法國的戴高樂 以及荷蘭的海豚號 其實說實話 只要一人染病 這個傳染的速率 真的是非常快的 其實這是我們一直常問的問題 明明只有前車之艦了 包括美國 我們甚至在羅斯福號上面 已經確定有一個官兵死亡了 怎麼還會發生 我們自己這麼大意的情況 而且要跟各位觀眾講的一個情況 是其實在2月10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原本是要有 空軍的代表 是要去新加坡的航站 不過那個時候最後一分鐘 包括漢翔中科院 還有空軍的代表 是最後一分鐘不去了 那怎麼2月21號要去 帛琉的這個行程還是造就 所以等於說 基本上能喊咖的 為什麼不喊咖 這也是大家很疾地方 到底有沒有什麼內情呢